我都覺得,首先要跟所有受影響的觀眾 我的粉絲來講聲不好意思 都因為真的 本身都想快點補回場次 但是由於各個單位,我們除了場地以外 包括可能有一些舞蹈員 有些樂手他們的檔棋 我們真的要就到6月才可以就到原班人馬在一起 另外,也希望看下這一回合的疫情再穩定一點 因為最近身邊有很多同事和朋友確診 所以不好意思,真的要教大家6月 逼著大家6月,又來看一次我開演唱會 但是都開心的,因為本身今年其實都沒有開演唱會的打算 但是好像有一種蔡翁、失馬、煙之飛福的感覺 就是今年又開多一場演唱會 大家都是試過疫情三年多 也不是今年四年,一年開一次 會不會再加強? 會的,是會再加強 但是一定不會動到大家的那個美場 我知道很多觀眾都很緊張那個美場 大家之前買下的美場是真美場 至於本身我們有一晚倒數 倒數晚的朋友,我也會特別調整倒數的回合 其實我也不明白,誰發明平安夜要倒數 誰發明新一年要倒數都明白 但是我覺得其實真的要倒數的話 開心的日子可以每天都是 我們這次就想試一次行一倒數 就是行一倒數都挺好笑的 也挺有趣的 會的,就是會隨便安一個節日 反正現在這麼多,突然間以前我小時候都沒有 什麼雙十一、十一月、十一日、江棍節 就是很多新的節日 反正不要是一些不老禮的節日就可以了 即是現在等途一個拍空 是的,我覺得可以 很幸運六月 是的,即是既然隔了這麼多個月 而且因為我們三月、四月 都會有其他不同地區的tour 那就看看有沒有一些新的element 可以擺放在桌上 但是都會平衡好的 因為亦都不想之前看了那個 錄場的朋友覺得不公道 但是你身體上看到現在還有些咳嗽 因爲其實我真真正正 這些症状都過了 都是四天前的事 那這一回合我覺得 因爲真的這三年是未中過了 我知道我身邊有些朋友是第二次中了 那 還有因爲我們要做宣傳啦 所以我也要確定自己真的要好完 才知道 才出來做事 那對聲音 還有對氣管 因爲我好些 因爲我最怕吃不到東西 但是Touch Food 我從頭到尾都沒有試過後龍頭 沒有 沒有行通 那麽就只有發燒 還有咳都不多的 過程當中是沒有 都好完了才來咳到不知爲什麽 是的 那有少少氣管敏感咳 那麽 那麽可能我本身 因爲有哮喘的底 所以便爲它都會 我聽人説這隻菌 是會攻擊你一些比較弱的地方 那麽就 食中藥我覺得是好弱的 對我來說 那麽就 真正正正 突然間吃了中藥的第三天 第二天開始已經 嗯 很精神 感覺到那些 腦毛已經 好想問你有沒有腦毛 調理得七七八八了 是的 那麽就 我有兩種腦毛 一種就是天生 由媽媽生出來 那天腦已經有腦毛 跟她一樣 不 sorry 不要笑你那一回答 我都等待你何時進入 這個位置 都差不多 都差不多 是吧 對 不同種類的腦毛 我覺得 那你家裡的姐姐 有沒有自己傳染了 還是很關心你 很慘 嗯 姐姐都代她宣佈了一個消息 由於她媽媽的狀況一直都不樂觀 她也都反港無期 是的 那她自己也都提出了 就說 她可能真的要照顧媽媽很長一段時間 就再看一下 會不會回來 那但是就 那她 可能她很喜歡我的工作環境 那她現在安排著她的侄女過來 哈哈哈哈 你笑了 你笑了 不 因為我好怕 其實我不介意 整個家族的朋友都 我們有合作的 但是可不可以不要跟一份食譜 是的 傳承了一份食譜 是的 那我有問她的 我說 你的是否姨姨 是 姨姨 姨姨 那我說她是否good at congee 那她說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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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e can cook spaghetti 哇 oh that's good 我覺得她會回來的 是的 但是沒有了 因為她 你想不想她回來 我想啊 因為 其實我很老實講 因為她是處女了 好奇麗的 雖然我經常都說笑 什麼 我接不住 因為她 我媽媽也是一個 我媽媽也是處女了 其實我家裡都轉過幾個工人 沒有一個搞得定的我媽媽 她是唯一的一個 我媽媽對她是一點挑剔都沒有 反而我媽媽還告訴我 你不要管 那些食物差一點 你就自己下街買 你有洗到腳 她最重要 你家裡要乾淨 那樣 那她 她的生母和媽媽 你搞得定我 你搞得定我 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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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她只有一個責任 不可以盡的 其他全部都盡了 我告訴你 當你家裡有一個處女座的媽媽 和她本身是家務能手的時候 都真的跟草的媳婦回來差 沒有什麼距離 這個標準是沒有區別的 你經過我媽媽 經過我媽媽 是不是都很有要求的 她很聰明的 是的 而且她是偵探 是一股鬼炎 是一股鬼炎 但是很好的伯母 但是我和我姐姐是打龍通的 我姐姐會發給我聽 我不是在家的時候 我媽媽會問她 為什麼兩枕頭 會問我為什麼兩個枕頭 因為舌頭不好 要兩個枕頭 我媽媽很敏感 我的頸子很好 謝謝 那那個枕頭是誰的 蛤? 我吧 我的頸子 和對腳 我的頸子和腰 我的頸子和腰 哈哈 但是好像聽聞 你那天確診 是今天你媽媽打你 拿你 噢 她其實很早已經有交代我 叫我不要摺花或者禮物 但是我又不太做出 就是 就是 因為我有一天 完秀 那些粉絲 sorry 那些粉絲 是把那些公仔 好像與生結緣 流原兵那樣 就丟在台上 那我還覺得 我還開咪講我 我第一次感受到 與生結緣的感覺 那我去撿那些公仔 那 還有 還有一部分 特意在馬來西亞飛過來的 粉絲 就在 會展 就是 馬路外面那裡等 那 對 那 我又 我覺得 不知道 那一刻就是 不怕 那我也不覺得 我的 這個演繹是關於他們的事 因為其實 在整個開場期間 無論我們是樂隊 我們 整個製作團隊 台詞幕後都有人做 不斷有 好像這一回合那樣 那 但是 但是我都必須 就是我作為這個製作者的領導 我都真的要和所有受影響的 包括場館 其實會展這次真的很支持 我們這麼多晚超市 我們六晚超市 沒有罰過我們日文 是 真的很感人 很多謝會展的同事 其實不會的 我想說 因為我本身 我從小到大 的體質 就不算特別好 那些 所以 接下來還要 因為要飛 英國 美加 那所以我也不會 特別覺得 自己有抗體 那就不管了 那 還有我覺得 我不知道 這隻是不是Omicron 但是 是很厲害的 我覺得 我覺得 我從小到大 都真的什麼 過濾病毒 我都 中過 因為我試過有幾次 都是做完簽名會 就 整個喉嚨都是非之 那些醫生就說 是 沒錯 因為你做完簽名會 握手啊 那些我們以前 你不是在疫情之前 沒有這個衛生意識 上車就出鼻 出口 但是這次 真的是 辛苦 我真的覺得 我有一晚燒到四十度 我覺得自己都 差不多 好像那個感覺 真的很辛苦 整個人沒有力 這樣 但是就 都 很感謝一幫好朋友 那幾天我真的 感覺到人間有愛 很多的同事 自己煮東西 煮東西 我早上起床 是有 最高峰有八個 那些報溫戶在門口外 那 就 熬過了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鐘